彰化县袁林四于113年警察结捐赠袁林分局新台币50万元 用于增设分局征讯室装修及购置平板电脑20台 让警察同仁智慧办案结合科技电脑相关设备 也借以推动五指化高效率会议环境 这个引力支持 那大家都知道现在都原型五指化 节能环保IP群 每一次开会会发现大家印了一堆子 到时候都是全部都进到税子级去 那IPAD这次原定禅室租副主任送联我们这256G 是最新的IPAD 第十一代还是十二代 最新的包括最新里面的里面的那个皮套啦 保护膜等等全部一天都传来的 这样子的光光 大家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 谢谢办事室主任给我们的副主任的话 未来我们的同流 那这次捐赠其实就是 我觉得刚刚我们看到的影片 就是看到那个被警务工作耽误的最佳男主角 演得非常传神非常好 那其实在日常我们平常工作我们也 像我经营优额员 有时候常常现普给我们的资料也都是这样 印尾一段堆 要用的时候找不到 那我用的时候都都照出来 那然后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的资料也是因为 里面有很多是优额的隐私客人资料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常常在做的事情就在那边嘎子 我自己嘎 一直嘎一直嘎一直嘎 那所以后来现普跟我们有一个云端计划 就是说他把东西都放在云端 然后我们再用电脑或是用手机去 去看这样子 那后来就变得很方便啦 所以那时候分警长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想要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自己也有切身之痛 要去找那些资料要去干嘛 尤其是一两个月之后 就会找不到原来那堆子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能就忘记了 相关的东西也比较难找